你从跟我试完婚纱回来这么不乐的那什么意思 没有 你过来我问你个问题 一男的在他低谷的时候 有一女的对他特别好 甚至为了这个男的呢 放弃了自己理想 但是这个男的放不下前女友 所以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么过了一年 这算不算辜负了人家姑娘 还算不算 这就是辜负了 那你要是这一姑娘的话 你再见到这个男的 最想从他嘴里听到他跟你说什么 一个真实的道歉吧 你今天总在笑什么 有吗 有啊 那你今天不陪你女朋友 来找我这个江湖故人干嘛 嗨 谢谢 就我这个人后知后觉习惯了 那些年你对我那么好 我其实都记得了 所以我今天是来就想 好了 都过去了 就不要再提了 没有过去 你不行 我今天我一定要认真的 正式的跟你道过歉 我欠你的 你欠我的太多了 完了完了 好了 去走走吧 还记不记得 当初我跟你表白 你拒绝我那次是怎么说的 我当然记得 那我说我毕业以后工作又不顺利 我还没有同事 没有感情走出来 那我现在连一个定情的戒指都给你买不起 我就求求你不要考虑我这个烂人 你这么漂亮 我不想在你的恋爱旅行中 加一个不会有神中结果 记得这么清楚 所以你当时根本都不在乎 不是 绝对不是 绝对 你当时对我那么好 我 你这样 对 你看 两年前第一场雪的时候 你送我的雪人 我都保存到现在的 我肯定在乎 按理说早该化了呀 你怎么保存到现在的 嗨 就 冰箱里保存了一点雪 用新的雪花 风风不补 风风不补 就 保存到现在 这样风风不补 雪人早就不是当初的雪人了 你家就没停过店吗 啊 停店 没什么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家了 哦 那那那那我送你 我送你 不用了 已经 不顺利了 最近天凉了 你要多穿点衣服 别凉冒了 这是我生平听到过一句 最为质朴的领别赠言 我们纠缠了这几年 就这么在一句不顺度中 落下了一幕 它就像一颗绚烂的流行 划过了我的生命 在一瞬间的风景之后 便消失地悄无声息 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说说说说什么 我在你大块的包里面 发现一个盒子 里面有些水 水 啊啊啊啊 没事 本来是一个雪人 可能雪人 化 在那个水里面 有没有在这 谢谢你的惊喜 你早就准备好了 对不对 啊啊 秋安 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抱住我 真的很合适 这个浑山搬起来 肯定很漂亮 这不对 对 你应该抱住我 我心想不愿意 去